宽柔中学古来分校不单单只有文科和理科 更提供了技职科 卢叉拟管理科 以及电机电子科 而总是低着头努力的他们 就是为了迎接这个展览再做准备呢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 也能熟接触电机电子科 所以这个科系常常会被忽略 然而给那一群不在乎别人眼光 满怀热诚与梦想的电机科学生 总是埋头苦干的在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一同去看看吧 我遇到的困难就是 我要怎样带领他们 还有这次如果跳电的话 我们要怎样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我是比较领导他们 他们听我的话 平时我是跟他们很朋友的 现在我要换一个角色 当做他们的领导人 是的 学校每一年校期都会特别 提供一个区域 给电机电子科的学生进行专栏 我个人的作品是这幅画 这幅画我一开始的用意是要省电 因为现在我们都提倡环保嘛 因为我们现在路灯都是24小时在亮着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东西 它可以你经过的时候它就会亮 就会通电 其实那个灯不代表其实要灯任何电器都可以 所以只要是用交流电 我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跟我的同学吗 我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跟我的同学吗 就是要让他们相处 因为你不可以硬硬叫他们做某件事情 他们会不甘情不愿这样子哦 电机电子科成果展也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他们展现自己的才能 给成效师生以及校外人士看 也能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科系 这间路的时候还是要靠男神 就是有时候进好了 它不会亮 那个间路不会走 就是会去酒这里来 然后有什么不会的都会问他们 他们懂我真的是比我们很多很多 这个展览对他们来说非常小可 因为这是让他们表现得尽好机会 我希望他们下一次可以更进步 然后把电机长做到更好 因为电机长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电机科学生来讲 我们读电机 人家会认为什么来的 然后这一科是怎样 然后我们现在做出这些成品 可以证明我们的能力 别人就会更相信这一科 然后就会进来学这一行东西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科技化 都会更好 我想证明就是 如果我读电机的出路会很好 我读电机会订阅 我读电机会订阅 快乐 我看见即jar